新闻实时报白风记者到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本期的白风山下 昨天下午广东省工艺家协会领导 同顺德文艺佳衡来到台山 调言我市工艺之乡 一乡一品创建工作 再一步加强双方交流 互相分享经验 强化协作 在台城第二小学 专家一行观看了学生的回报表演 国家一级演员陈灵玉老师 现场对学生们进行指导 在一乡一品建设交流座谈会上 专家们通过听取回报 观看PPT等形式 了解我市曲艺之乡的建设情况 对我市曲艺工作给予了肯定 并为台山创建一乡一品提出宝贵意见 据了解我市坚持文艺陆进 大力推进戏曲进校园 至今举办爱曲艺爱台山 气曲进校园活动三十多场次 近四年来台山艺人脚踏实地 潜心创作石果雷雷 荣获国家奖项两个 省级奖项七个 地市级奖项八个 因为我们台山是一个音乐之乡 曲艺之乡 是很多人才 我们很多名人名家 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源来帮助我们台山 发展我们的传统艺术 台山的广东音乐搞得非常之好 但是曲艺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挖掘 需要去再去发展 昨晚为了加强两地曲艺文化交流 来自佛山的文艺家 和台山本地演奏家齐聚一堂 一起合作演奏 互相切磋 现场灯光摧残 娱乐声评 德胜令等广东音乐名曲 相继登场 打字歌 卖鸡调等 极具地方特色的台山文歌 令到观众倍感亲切 表演者精湛的技艺 和优美的唱项 为台下观众带来了一场 高水准的曲艺演出 为了推进曲艺的发展 我觉得很有意义 我们期望新的一年 文艺继续繁荣 向前发展 历次主要我们顺德文联 和顺德曲协 想向台山老大哥彩经学习 因为台山有很多好的地方文化 和戏曲文化 我们很想去学习 他们的特别是埋鸡调 还有很多他们的文歌的元素 围绕一品一香 这个题材大家都在交流 和交换意见 和很有意思去合作 希望我们能够将两地的曲艺文化 音乐的文化 建职行列 建签的支持应该